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嘉玲张医师 预防重瘾治疗 黄医秀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到底要讲什么样的题目 我们的题目非常的有趣 叫做什么样的疾病 很难发现 一旦发现 很快的就要你的命 这个大家一定非常有兴趣 我们讲到这个疾病之前 我跟大家来开一个小小的索引 这个索引就是说 什么样的疾病是我们最可怕的 除了心血管疾病造成心肌梗塞跟中风之外 我们最怕的疾病就是癌症 所以我们今天的疾病是讲一个非常重要的 号称癌症里面最严重 最夺人命的胰胀癌 我们现代的人大概都是痰癌色变 一个健康的人突然间医生告诉他 你得了癌症 那种表情绝对是看了之后永远忘不了 每个人心里都会觉得 我是这么健康的人 怎么会得癌症 癌症又是这么可怕 所以心理上的否定 怀疑拒绝到最后的接受 其实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试 那么我们今天回到我们讲的最可怕的癌症 号称有癌症之王的疾障癌 过去统计上疾障癌是发现在70岁以上的老人家 但是因为由于现在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 癌症尤其是胰胀癌 越来越有年轻化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胰胀癌最有名的是贾博斯 他得了一个叫做神经内分泌瘤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分类上大致上 就有两种形态的胰胀癌 第一个叫胰胀腺癌 那么胰胀腺癌号称是最可怕的癌症 这代表说100个人里面得了癌症 胰胀癌这个癌症之后 经过了5年不管你治疗 或是有多么好的药物的一种给予 100个人5年之后只有5个人是存活下来 其他95个人都是医药往时无效 那么少部分的神经内分泌瘤 虽然它长得很慢 什么叫神经内分泌瘤 它大概只有占胰胀的少部分 神经内分泌瘤在初期的时候 它并不像恶性肿瘤那么可怕 因为它长得很慢 一般而言 神经内分泌瘤 由稍微的良性偏中等恶性 要转移成高恶性的神经内分泌瘤 这个时间大概要经过7到8年 所以这7到8年的时间 其实是很少人会发现自己的得了这个神经内分泌瘤 而且它的症状也会比较跟一般的症状容易做个混淆 那这是少数的神经内分泌瘤 当然这个神经内分泌瘤在我们的身体各部会从胃、小肠、胰胀都可以长这种神经内分泌瘤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你做过胃镜、大肠镜都没事了 但是你的身体总是觉得不太对 脸会嘲红、会长肠腹泻、恶心、呕吐、响吐 但是你又找不出什么原因 那可能有一个关键你就要注意了 那个就是小肠镜 大家也知道做小肠镜非常痛苦 而且小肠镜的技术在台湾的肠胃科医生 其实寥寥会做小肠镜的医师寥寥可数 因为小肠非常的细、非常的长 做起来非常的病人感觉很痛苦 所以一定要有专门技术的肠胃科医生 这种肠胃科医生在所有肠胃科医生里面还是占少数 每个教学中心大概只有一个到两个会施行小肠镜 那么最近这几年来发展了一种叫做胶囊内视镜 就是吞一个胶囊给它吞进去 24小时里面 胶囊内视镜里面有高显像度的摄影机 它会在24小时里面从你的胖胃道、嘴巴进去到 从肛门跑出来 作为一个很密切、仔细、清晰的照相显影 连续性的、动性、动态性的显影 那么制作的病人他身上要背一个电脑 你可以随时看到 这一颗胶囊内视镜所照到的你的肠胃上活动 各种地方、每个地方、到哪个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它清晰的影像 所以这个也解决了许多惧怕做小肠镜病人的痛苦 那么神经内分泌流里面所分泌的 大概就是像很多内分泌素 所有里面所都会分泌在、藏在神经内分泌流里面 它是属于一个中等恶性的癌症 接下来我们要转回到最为可怕的叫胰脏腺癌 所有的胰脏癌 几乎八、九成都是胰脏腺癌 那么开始我会跟各位讲 胰脏这个器官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 我们知道胰脏是躲在我们胰后面的一个 类似长形的一个器官 那么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初步以超音波来检查 可以大概发现它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因为它是躲在胰的后面 所以超音波的显像并不是一个非常准确 而且显性度很高的检查 所以我们可能都会运用到 磁症噪影、电脑断层 甚至于叫做从嘴巴下去的逆行性的内视镜 做一个最精确的检查 因此各位会觉得 那我怎么发现 我有胰脏方面的问题或癌症 因为我们胰脏它的功能上 主要是分成两大类 一个叫外分泌线 一个叫内分泌线 它的外分泌线 主要就是分泌 蛋白酶、脂肪酶跟淀粉酶 也就是说所有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淀粉、脂肪、蛋白质 它都有参与消化的作用 那么胰脏是最后一道 分泌这些综合性的消化酵素 把这些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变成很细小的 能够有小肠吸收的营养素 所以它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第二个 它是一个内分泌器官 它有两种双层的功能 内分泌器官它分泌 胰岛素、三糖基素 还有胆党收收素 一些比较常见的我们内分泌素 但是这两个是完全是隔开的 内分泌激素它分泌到血液 外分泌激素、外分泌的酵素 它分泌到小肠液 所以这两个就是胰脏所主掌 最重要的功能 那么如果你要保持胰脏健康 你一定要注意到两点 第一点胰脏最怕什么 最怕油 第二个胰脏怕什么 它怕酒、酒精 所以常常喝酒 每天大量喝酒 慢性酗酒的病人 容易得慢性胰脏炎 那么胰脏经常在发炎状态的时候 就会转成胰脏癌 第二个 如果你是高油脂的病人 你的油太多了 就会造成胰脏负荷量很大 也会造成它慢性的发炎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就已经是把胰脏的功能 解释得非常清楚 接下来 我们会跟各位解说 胰脏癌发生的症状有哪些 这些症状 是不是你日常生活里面 突然间觉得 我竟然有障碍医师讲这些症状 那我是不是该注意一下 我胰脏的健康问题 我们对于癌症的治疗 现在除了传统的治疗之外 台湾已经有发现 最新的非常好的治疗 包括口腔癌 所有的癌症 那就是免疫疗法 免疫疗法包括了免疫药物 免疫细胞及免疫生态 三合一的疗法 这三个疗法在台湾 已经有很多人尝试过这三个疗法 除了传统的化疗 标靶 手术治疗 我们可以加上 卫福部合法的细胞疗法 就叫免疫细胞疗法 可以加上瑞士进来的 免疫生态疗法 再加上医院常用的 免疫药物疗法 叫做检查点抑制剂疗法 这三种疗法合并在一起 其实对于癌症 它的转移及复发 有非常好的效果 它也有很多的全世界论文 那么有关这些免疫疗法 我们得期待跟各位 做详细的解说与阐述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汲取你的手 按右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留言分享 最重要的 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各位观众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